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 我是老頭Old Man 今天呢,我們回來普羅米修士的這張地圖 我們一樣,稍微要講解一下我們普羅米修士更新的一些新的東西 大概更新了一兩樣東西吧 不過老頭還是拿來拍一下 然後呢,老頭呢,今天呢,順便還添加了一個還蠻好玩的模組 老頭呢,在工作坊裡面找到的 然後覺得還蠻有趣,自己也想要嘗試看到底是幹嘛 大致上看過他的影片了啦,覺得還蠻好玩的 你們應該會有遇過就是 動不動就是,製作道具的時候發現你的材料不夠的問題 你會覺得很靠北 靠北又要去採集嗎?煩死了,對不對 那這次呢,我剛剛弄什麼東西,等兩下,不管了 所以說呢,這次呢,老頭呢,做到這個模組非常的有趣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叫做,類似叫採集的BOT吧 反正總而言之呢,這個就是 呃,類似一個電腦幫你自動採集 呃,電腦幫你自動採集的支援的一個BOT 就是一個類似像是外採的一種東西 呃,也不能講外採,反正模組裝進來全部都是外採啦 也都算是外採啦,好不好 總而言之呢,這個就是一個機器人 他知道幫你採集道具 然後呢,到底是如何運作其實我還蠻好奇的齁 我們現在來稍微看一下 他要一千個鐵 一千個鐵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好不好,我們來看看 大概,在哪裡啊 我做出來卻走不到工作 找到在這邊 他是一個很像,呃 一個平台的那種感覺啊 我們把它蓋在比較多物資的附近好了 這樣他採集會比較快一點啊 我們看看齁 這個東西的話,如果你們在玩單人 像是如果是白手起家 一隻孔都沒有,覺得採集很麻煩 好,用他就對了 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邊周遭的物資其實有點少耶 感覺都不太適合拿來蓋這種東西 沒關係 我們再稍微找一下好了 我可不可以去前面那個地方 那個是有樹是不是 怎麼會有打出傷害的顯示啊 3000 我也是 算了,不管了 好吧 隨便,就在這裡好了 OK,這東西蓋出來之後 我看一下這怎麼用齁 他還可以撿起來齁,那沒差 他這邊有兩顆蛋 然後呢 這兩顆蛋是可以幹嘛 這可以幹嘛,把它吃掉嗎 把它丟,把它丟,丟出來 喔有了 有沒有 哈哈哈哈 小人就出現了 欸,馴服他 重點是他好像還可以講話是不是 他現在有對話框出現了 好屌喔,超酷的 而且還長大耶 所以說這個 他上面寫他是男生 但是我看到他有捏捏 這個死人妖 What the hell 所以說還要等他長大是不是 他會自動幫忙採集 哇,這小baby長大到底能幹嘛 那我這邊還有一顆啊 他直接送兩顆給我們 那我們把它丟出來好了 蛋耶,再丟一顆 好,又一個 好,任養 OK 那你們兩個到底還有什麼功能 其實我滿好奇的 來一下1 設置行為 看一下喔 怎麼辦,這怎麼玩 哈哈哈哈 還要等他長大喔,這麼麻煩 好吧 喔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木頭 喔 他 等一下 阿為什麼會有一條 綠色的線 這個綠色的線是對著我嗎 喔 是跟著我的 是不是 等一下 為什麼變成肉了 欸 What happened 那我給他木頭 他是會去採木頭 阿 給你石頭好了 去採石頭好不好 說真的我不是很懂耶 哈哈哈哈 可惡 我要再回去看一下影片 我還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都會回來 對啊,奇怪 網路上看是他們都會自己跑去採集阿 阿 可是因為跟隨的關係 是不是 我解除跟隨好了 欸有欸有欸 他們會自己動耶 可是他們在丟什麼鬼東西阿 他們會自己丟 就根本不用為他們吃東西 他們自己也有辦法就是 做採集的動作阿 所以我給他們肉的關係阿 欸他們生石頭了 你給他們什麼他生什麼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這個肉還我 你們 太誇張了 加油加油你們行的 欸乖乖的動動動動 摸扶摸扶 好東西變好多 欸 欸 哇靠這邊功能真的超多的耶 最後在這邊自生自滅吧 OK 那我們下一個要講的東西就是我們普羅米修師 他自己本身就是 多了兩樣新的東西阿 一個是新的boss 這個新的boss 位於雪山才會找得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普羅米野人 新的職業 召喚師 我們看一下我們普羅米野人 新的召喚師到底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咱們就直接在這邊 展示一下 立即展示 萌不萌 就看一下了 嗨你好召喚師 這個召喚師為什麼是用拳頭打人 欸卡卡西耶 哇卡卡西厲害 卡卡西中 卡卡西厲害 超強的 好不好 超級卡卡西 可是他好像不會召喚什麼東西欸 等一下我看一下 阿 喂 Oh my God 這個召喚師有點屌阿 可惡我現在沒帶恐龍喔 還不是現在沒帶恐龍 不然早就尻爆你了 我告訴你 唉呀 洗吧 哇 哇 哇他全死欸 哈哈哈哈 他把那些村姑全殺了 No 他這個不能 他這個不能 不能訓服嗎 我覺得我要來一個比較刺激一點的 強訓你 強訓大哥大 嘿 幹什麼 嘿 這是我的了 好了聽話 我們再召喚一隻 PK阿 咋啦快點 兩個互打 互靠互靠互靠 熊搖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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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很刺激很刺激 行行行行 該為什麼喔 我以為是我們家那隻死了 打很大打很大 哇又招又招 喔 不遑多讓不遑多讓 兩隻訓獸師 各召喚的在 各召喚的一組 超級超級大戰 你看連我們的這個 雙擊龍都嚇到落跑了 其他想要弄我 我知道 哇這根本打不完阿 這打得完嗎 欸為什麼反咬我 阿我們家那隻欸 靠要我們家那隻死了阿 哈哈 欸我們家那隻就這樣去了是吧 也太快了吧 完了 我的生命受到威脅了 打上才8滴 有沒有搞錯阿 欸 那個野人沒死 我們的野人掛了 這什麼邏輯阿 算了算了算了 難過我們要回家了 爛東西 say good bye 幹 no say good bye 先跑囉 先跑先跑先跑 欸奇怪為什麼傳送門變成這個阿 我有這個傳送點嗎 還是說到最近新改版的 他這傳送門改版耶 好酷喔 這是哪個點我居然不知道 欸 好奇 傳送一下好了 他傳送門好酷喔 顏色都變了 這是哪裡 欸 為什麼 這個是哪個點來著阿 我 我不了解他的新功能耶 我現在才發現他的新功能 這個是哪裡阿 而且重點是他這個傳送地點 這個點 是剛剛我被咬的那個點嗎 露傳送的部分嗎 欸好像是耶 突然下大雨了 嚇我一跳 有沒有 然後他就會變成那個點 所以說這代表說你露傳送你還可以回去傳 喔好貼心的設計喔 哇 傳送門變那麼屌喔 算了 這就是呢 我們這個新的召喚石 看起來非常的鳥 卡卡西 居然也來到了方舟世界 開始胡作非為了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新的普羅米Boss 我們要哪一隻勒 恩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都掛了耶 只剩下蜘蛛哥了 可是我覺得用蜘蛛哥有點太過了 好不好我們還是用我們的 這一隻好了 我們的南方巨獸龍是有訓練過的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阿 好不好我們看那隻新的 新的普羅米Boss長什麼樣子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名字 直接有點忘記名字了 不過位於雪山我大概可以保守估計一下 他可能是一隻猛馬象 好他名字叫做米德魯伊 喔不是 德魯伊 欸他居然是德魯伊 喔我剛剛把米給算進去了 他名字叫德魯伊 喔新Boss德魯伊 應該是人類型態吧我想 我覺得會是人類型態 好不好不管了看一下 據說應該是不會主動攻擊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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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我的帝王暴龍 哈哈哈哈 靠要笑死 馬的那個德魯伊攻擊這麼強阿 招出來給自己打臉的有沒有 八個三下去了 欸 這樣子不U阿 叫我們求恩奇來尻死你 我告訴你 德魯伊 啊 還我屍體來 幹什麼東西 啊 哈哈哈哈 對齁我忘記了 死掉了之後 東西要重學 幹我都還沒看到你的真身 你就這樣害我往生 你好意思喔 啊你說你好不好意思阿 蛤 笑死 阿你 剛剛有給什麼其實我沒注意看 欸 實在是沒什麼注意看阿 應該是有噴一些在我們的窮 我們的窮襲身上阿 但是 我剛剛沒注意看 我看一下 應該是有給方塊吧 是不是 這什麼 也不會是這個方塊吧 什麼哈爾 B2 再一次再一次 可惡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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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的巨裝B阿 恩 給一顆心臟而已阿 喔 原來欸 原來是 一隻北極熟 我還以為是 萌馬象 你看他死掉了 好可愛喔 哭哭喔 這麼大一顆 這是我的戰利品 屌 這個很讚喔 我喜歡這個姿勢 非常好 拍一張 OK 好啦 今天差不多已經到這裡啦 內容就這麼少 不過呢 我還是把它拿上來拍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歡迎下午幫我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情話 再見囉 掰掰 字幕提供